我小時候喜歡畫畫 我特別希望我的畫可以動起來 是基於這個才走上了電影這條路 對於我個人來講 還是一直會把觀眾 作為核心去面對的 《獨行月球》上映的時候 我看著看著我就覺得特別驕傲 當然我特別清楚 他們沒有付出了什麼 但是這些進步依然是可見的 它的歷程像一個車輪一樣 不斷往前滾動 往前進 能夠在影院看到 越來越多的好的電影 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電影對於我來講 就是一個在不斷摸索 不斷比例前行的一個過程 我希望用這次結束 又是開始這個積極的態度 去面對未來 一個新的開始 一個新的真誠的開始吧 電影評價美好生活 在不斷摸索 就算了 在不斷摸索